山徒儿动作真的慢吞吞 说好三号登陆 但会不会登陆还不在啦 反而花莲玉里大街上 却有三头鹅开开信心在玉里登陆 三具圆滚滚的鹅在雨中逛大街 民众目击 真的山徒儿没来 这三头鹅反倒先来 民众二号上午在花莲玉里五全街 与博爱陆路口目击到这三头鹅 不畏风雨毅然前行 摇摇晃晃的可爱模样 吸引民众驻足欣赏 录下影片 原来这三只鹅是当地四族养的宠物 四族表示养了五年 每天都会放他们出去 放风一个小时左右 自己就会回来 四族还透露三只鹅出去玩的时候 在路上都会遇到附近邻居 累积大票粉丝 他的那个朋友很多 粉丝很多 早上早上在公园运动的那些欧巴桑 都是他的好朋友 是哦 放水要回来的时候都会被他打得好 同样在东部台东三仙台的即时影像 拍下了这样的可爱画面 有猴子爬到岸边朝着大海观望 没多久第二只也好奇跟上 到岸边在礁石上 两只猴对着大海凝视 随后又一起离开 这段画面让网友笑说 小猴子也在关心台风 还有人说猴子凝视大海的背影 看起来心事重重 三仙台的镜头 均在上一回凯米台风来袭时 就被强风吹得不断晃动 似乎随时要倒 坚持了一阵子之后 实在不敌凯米威力 画面消失短讯 台东三仙台即时影像 是台湾东部面对凯米的海景第一排 过去台风来袭时 常常拍下强风暴雨 也曾经阵亡 这回山土而台风 反倒是拍下了猴子观浪的画面 似乎是在告诉观众朋友 台风海边真的很危险 我们先帮你们探路 大家都别来 东西新闻地方中心综合报道